我唱那不是我唱的 中哥唱的 那天那个我跟中哥出去打乒乓球 人家那个 就唱看场地那个小哥 管中哥叫大哥 中哥说你有 这个我有你大吗 你就跟我叫大哥 那问那小哥你多大呀 然后小哥说我93的 他说我95的 我心想 这个中哥比这个95年明明大了一个甲子 这填着脸说自己95的 行那咱们回来开个玩笑 让大家清醒清醒 第三节课 我们没有任何攻击刘老师的意思 来第三节课 咱们开始讲合同的成立 刚才讲了合同的定立的过程 我们以要约和承诺为主要形式来定立合同 定立合同之后 承诺生效时合同就成立了 这是大部分合同成立的时间标准 民法对于特殊情况下 合同成立进一步做出如下的规定 第一个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定立合同的 这是大部分同学理解的合同定立形式 特别正式的 白纸黑字的 签字盖章按手印 是吧 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按指印时合同成立 如果当事人没有同时签字盖章按手印的 所以当事人中最后一方签字盖章按手印的时间 为合同的成立时间 大多数的时候我自己也有经历过 我给对方发完合同 我这边签字盖章 然后给他寄过去了 他签完字盖完章 给我扫描过来 我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根据合同去旅行了 是这样的 为啥呀 这个合同并不是他寄回给我 我收到的时候才成立 而是只要后一方签字盖章按手印完毕 那个时间我们这个合同就成立了 那就意味着我们双方需要根据合同的内容来去履行了 这个合同对我们双方有约束了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人家给你扫描过来 你能确认他已经签字盖章按手印了 这合同就已经成立了 好再往下 事实合同 对于合同书形式的合同 在签字盖章按手印之前 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了 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或者当事人约定 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定立 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 但是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 对方接受的合同成立 这几条 首先我们看一重含义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定立的 前面讲过好几个吧 是吧 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租转让 还有 昨天讲的什么抵押合同 是吧 这些都是要事的迷失法律行为 又都是需要书面形式定立的合同 万一没采用书面形式 怎么办呢 如果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 啥意思 看一个案例 假公司向乙公司采购原材料 假公司呢 在买卖合同上盖完公章 还没寄给乙公司 来 我们说形式上这个合同成立了吗 还没成立吧 是吧 因为在乙公司签字盖章按手之后才成立呢 但是在合同成立之前 乙公司已经把货发来了 这个时候乙公司已经履行了 买卖合同向下的主要义务 也就是发货 那如果假公司人家发了 你就收了 那我们说 有同学说的很好 咱们会计上有个原则 叫做实质重于形式 虽然这个表面上 乙公司还没签字盖章按手印 但是乙履行了 假接受履行了 我们认定买卖合同成立 假公司应当根据买卖合同付款 好 这个是事实履行 第三个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 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 订立合同 要求签订确认书的签订确认书时 合同成立 那简单了解即可 后面呢 这个合同成立的地点 这个基本上没有考察过 我在这也就不花时间跟大家讲解了 咱们翻到第112页 第四大部分 合同的生效 我们说成立和生效 咱们在民事法律行为那个地方就讲过吧 成立呢 是指事实上已经成立了 那生效是我们法律上的一重判断 是吧 刚才讲过吧 比如说 我跟小燕同学 定立一个买卖毒品的合同 好 我们俩都在这上面签字盖章 按手印了 他就和我们俩疯了 拿一个纸质的 说我们俩买卖毒品 这个时候 只要我们俩定立完 是不是事实上就成立了 有效吗 不效 不成效 违反法律法规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 所以他不生效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说成立和生效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时间点 那合同的生效 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生效的规则 而且也存在 无效 可折销 效力待定等情况 跟咱们前面讲的是一样的 在此 我特别介绍一点 就是涉及批准手续的合同 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未办理批准的手续影响合同生效的 不影响合同中履行报批义务 以及相关条款的效率 如果应当申请批准等手续的当事人 未履行义务的 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违反该义务的责任 我在这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国商业银行法当中规定 购买商业银行5%以上的股权 应当取得行政批准 我先插一个问题 商业银行法是否属于我国的法律渊源 一个快问快答的形式 是否属于 属于 属于什么 属于法律 这里边规定了一个应当批准的情形 就这里面 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的情形 好 第二个 再举个例子 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当中 规定技术进出口合同 那应当取得行政批准 来 告诉我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 属于我国法律渊源当中的哪一类 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 好 这也是一个需要批准的情形 第三个 这个碳矿权采矿权矿权矿权转任合同管理办法 当中规定 这个采矿权合同 也需要取得对应的行政批准 来 告诉我这办法属于法律渊源当中的哪一类 属于部门规章 来 属于部门规章 行 咱们这个抽查一下前面的知识点 大家还记不记得 行 那同时 这个抽查的过程 也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 那什么技术进出口合同 这个商业银行5%以上股权的转让合同 还有采矿权合同 都是应当取得批准的 那就依照其规定 在取得对应的批准之前 它处于一个成立 但未生效的状态 批准之后 那就生效了 那就这个意思 合同的生效 就这一个点 跟大家提示一下 其余的情况下 遵循咱们一般的 讲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则 好 第五个 格式条款与免责条款 首先来看格式条款 格式条款是指 一方当事人为了定立重要合同 重复使用 而单方预先拟定 并在定立合同时 不允许对方协商变更的条款 那这个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太多了 那你这个出去去银行办卡 你跟那个人贵员说 咱谈谈吧 就你让我填这单子 这个有都不想填 是吧 你这后面一大堆这个条款 咱们一块谈一谈 把里边改一改 人贵员能让你改吗 人贵员可能觉得你这有点问题 这个你去买保险 那你拿那保险合同 你说咱们把这条款谈一谈 改一改吧 我说没有 我们这都打印好的 这个叫做什么呢 格式条款 格式条款 那他主要是为了啥呢 为了这个社会运转的效率 对所有人来讲 其实办这个业务 基本上大家的需求都是一样的 所以咱们预先拟定好 并在定立合同时 不允许对方协商变更的 这个叫做格式条款 由于格式条款 是由一方当事人事先拟定的 所以在合同谈判当中 不容对方协商修改 难免存在不公之处 所以法律对格式条款的效率和解释 有特别的规定 以保障双方权利义务的对等 哪些特别的规定呢 第一个 格式条款提供方的提示义务 采用格式条款定立合同前 格式条款提供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 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 对方注意免除或减轻其责任 等与对方用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 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 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 承担拒证责任 我这前两天正好去银行 办了一个什么业务 什么业务我给忘了 那个要求就比较高 然后他给我拉一个屋里 拿这个他那纸 这个一个一个给我念了一遍 把这里边这个叫做什么 有可能减轻其责任 或者免除其责任的 与我有重大利害的关系的条款 都给我念了一遍 同时他还拿了手机在那录音 摄像头还拿点录像 你看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吧 对吧 进到他的合理提示义务 同时他还存证 未来如果我们掰扯起来了 他还能够举证 他可以抵押蓝布基尼去了 行啊 这大家都知道 还是买理财了 行 咱们这懂行 同学很多 买了点理财 金额不多 这个牛人太多了 咱们这评论区啊 有这抖包袱的 这有这银行的啊 第二个 导致格式条款无效的市由 那一般的导致法律行为 无效的市由 什么呀 这个无明日行为能力人 独立做出的明日法律行为 无效 虚假意思表示 违反法律法规 违为公须良俗 恶意串通 这个也同样适用于格式条款 第二个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 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 加重对方责任 限制对方主要权利 或者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这个二三哈 我整体上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是个真实的案例 这是一个我从这个判例网上 找到了真实的案例 曾经有一个房屋中介 和购房者签订了一个合同 我们说房屋中介 它是一个居间的角色 正常来说 这种居间人 如果我是你 相当于我替你要买房的人 我去猎选合适的房屋 对吧 如果找到了呢 你们成交了呢 我从中收点钱 如果不成交呢 原则上是不应该收钱的 这种居间服务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比如猎头也是这样的 对吧 好 但是这个房屋中介 跟购房者签订的合同 是怎么样呢 如果因房屋买方的原因 造成房屋买卖合同 不能签订的情况下 要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 作为违约金 比如说 我带你看了这个房子 双方都觉得不错 到了签订合同这一步 你说我带不着款 不好意思 咱们要以总房价的5% 向这个房屋中介赔钱 赔这违约金 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 是不是提供格式条款一方 不合理的 这个免除或减轻其责任 加重了对方的责任呀 我给你找不着房 我作为中介 我给你找不着房 我不需要给你赔钱 但是如果你不买 你需要给我赔钱 这是不是双方的权利 义务不对等呀 对吧 这种情况下 当时那个案例当中 那判定依据就是这一条 导致这个格式条款无效 咱们去跟链家签合同 那也是格式合同 对吧 你也不能跟小哥说 掉一根烟 说咱谈一谈这合同吧 人不跟你谈 都是确定好的格式合同 好 这是第二条 导致格式条款无效的试有 来第三个 格式条款的解释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 发生争议的 应当按照字面含义 及通常理解予以解释 这是发生争议的 但是如果说对格式条款 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 一方的解释 那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也是就这个法条 判例网上一个真实的案例 比如说租车 我也租过车 有一年我爸妈去杭州玩 我们在那个杭州东站 租了一辆这个深州租车的车 租车你能跟人谈合同 也不能谈吧 也是一大堆这么粉单子 直接就让你签了 是这样吧 也是格式合同 那租车的过程当中 双方这合同里约定 如果预期 15天支付租金的话 则额外赔偿2000元 好 结果呢 有个人跟这租车公司 签了一个长租的合同 签了一年 约定每个月付一次钱 他呢 第一次延迟了10天 第二次也迟了10天 好 这个时候 这个出租方 这公司过来了 说 哎 你上次迟了10天 这次又迟了10天 已经超过15天了 需要额外赔偿2000元 好 成租方不乐意了 成租方说 我对你这个格式条款的理解 应当是单次吧 那出租方 有利的解释 应当是什么 应当是累积 呢 累积15天 对于成租方 有利的解释 应当是什么 单次15天 对吧 如果成租方 他理解成单次15天 那他就不需要赔2000块钱 对他有利 如果出租方 他想收这2000块钱 那他就理解成累计15天 那这个情况下 他就可以收2000 所以对他有利 好 我们做出对哪一方有利的解释呢 我们做出对接受格式条款一方 也就是成租方有利的解释 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 不利于出租方的解释 所以咱们应当把它解释成为单次15天 也就是成租方不需要赔这2000块钱 那 好 这是关于格式条款的解释 那 最后还有一条 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 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那也就是说 仍旧是保障 接受格式条款一方 他的一个权益 那 好了 这是关于格式条款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后面免责条款 免责条款啥意思呀 你比如说 这个 我找中哥 借了一个机器设备 然后中哥跟我说 这个机器设备你可以用 但是呢 这你万一使用过程当中 你这个大腿 被这个设备给拉掉了 我不承担责任 这种叫做什么 你看叫做免责吧 是吧 中哥提前就跟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了 他说你大腿被拉掉了 不用他不承担责任 这锅我自己来背 那基于合同自由原则 对双方当事人自愿定立的免责条款 法律上不加干涉 但是合同中有下列免责条款的无效 第一个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 第二个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这样的免责条款我们都视为无效 那都视为无效 那这里面考试考过什么呢 2017年的多选题 以下导致免责条款无效的是 A选项故意造成人身伤害 B选项重大过失造成人身伤害 C选项故意造成财产损失 D选项重大过失造成财产损失 应该选什么 来告诉我 应当选择ABCD 都选 对吧 这里面无论是故意重大过失 还是一般过失造成的人身伤害的 免责条款都无效 所以刚才中哥跟我签订的那个大腿 拉掉了 免责 能免责吗 不能 哪怕这么定了 那个条款也无效 无论是故意重大过失 还是一般过失造成人身伤害的 免责条款都无效 那对于财产损失 则是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财产损失的 免责条款无效 那么多元说 什么叫做故意重大过失 一般过失 咱们驻快的考试范围内 不需要大家做这方面的了解 那考试不考这方面 了解这名词就可以了 好 这是免责条款 有东西说 打架签 生死状 无效 那肯定无效啊 造成人身伤害嘛 第六个 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 它有一对 一个对应的概念 叫做违约责任 这个违约责任 咱们后文当中会给大家进行介绍 后面会讲 在这儿呢 先讲缔约过失责任 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来看 适用缔约过失责任的情形 当事人在定立合同过程当中 有下列情形之一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属于缔约过失 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比如说 假借定立合同 恶意进行磋商 或者故意隐瞒 与定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 提供虚假情况 第三个 泄露商业秘密 第四个 其他有被诚实 信用原则的行为 这里面主要是一个 不诚实 不诚信的情形 在定立合同过程当中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就能简单有个印象了 比如说 假公司为乙公司的竞争对手 乙公司呢 想把丙公司收购了 来扩张它的业务线 那假公司就眼红了 是吧 假公司本来无意 也没有实力去收购丙公司 但是 他说白了 就是去搅和的 他没钱买 也没那个实力去买 但是他就看不得已买 所以他就去搅和 向丙公司提出了 更优厚的收购条件 意在扰乱 以公司的收购 此时 假公司属于恶意 与丙公司进行磋商 应当向谁承担 缔约过失责任 合同相对性 应当向丙公司 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这就是假借 定立合同 恶意进行磋商 就这个意思 其他的几个 也都是在定立合同过程当中 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形 好 我们来看 对比一下 缔约过失责任 和违约责任的区别 首先 缔约过失责任 它是成立在 合同成立之前 那违约责任 我们说 有约 才能违约 对吧 还记得 我们刚才 讲了一个词 叫做实践合同 刚才那位同学 叫紫色烂漫 对吧 我没记错吧 我找他借钱 来我给你打电话 借钱 我们说了 某一天 比如日期 比如6月1号 打了电话 6月5号 同意 6月8号 打钱 好 实践合同 哪天合同成立呢 打钱那一天 合同才成立 所以 我在6月8号之前 我能够向紫色烂漫同学 主张违约责任吗 不行 因为我们的约还没有 所以违约责任 一定是在合同生效后 才有违约责任之说 在成立之前 只可能有缔约过失责任之说 好 那后面 缔约过失责任 适用的情况是合同未成立 未生效 被撤销或者无效 那违约责任的是合同有效 咱们刚才这个例子 刚才说了 假公司就是去搅和的 他没有实力 也没有意图去收购秉公司 所以他最终肯定不会跟秉公司 定立一个有效的合同 就这个意思 但是违约责任 适用于是有效的合同当中 旅行过程当中 产生违约的情况 好 赔偿的范围 赔偿范围 这两个词呢 大家简单有个概念就可以 咱们这个具体法律 赔偿责任金额的认定 是司法实践当中 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咱们诸块考试 肯定不会要求大家 具体的 这个让你把一个案件 赔偿金额计算出来 这确实有点难为大家了 但是大体上的原则 大体上的含义 大家要有个印象 那缔约过失责任 它的赔偿范围 叫做什么呢 信赖利益损失 信赖利益损失 比如说咱们刚才 那个案例当中 那甲公司与丙公司 恶意进行磋商 好 那丙公司 虽然最终不可能 跟甲公司 定立有效的收购合同 但是有可能 丙公司 因为对甲公司的相信 基于对他的相信 已经产生了一些费用 那派人跟他们谈拆旅费 对吧 有可能我需要找一些 快职事务所呀 律师事务所啊 对我的收购方 对我未来的潜在收购方 甲公司也要去进行一些禁调 看看甲公司 有没有这个实力 有没有这个能力 对吧 有可能产生一些禁调费 基于对甲公司 是一个好好来跟我谈生意的人 对他的信赖 有可能产生一些信赖利益损失 就这个含义 那后面违约责任的 可期待利益损失 啥意思呢 好 你比如说啊 这里边A公司 它是卖煤的 B公司 它是卖水泥的 C公司 它是用水泥修路的 好 在这种情况下啊 呃 我们说煤 呃 原煤是这个 制造水泥的 一种原材料之一 对 好了 这个A公司啊 向B公司 供应水泥 供应煤 然后呢 A公司晚了 有一批煤 该供应的煤供应 好了 导致B公司没有办法向C公司按时的交付水泥 它给C公司赔钱了 赔了多少钱呢 赔了30万 哎 这个叫做什么呢 B公司的实际损失 哎 你看实际损失和可期待利益损失还不是一个词 为什么呢 我们想想啊 如果没有这一档子A公司晚送货这件事 没有A公司的幺蛾子 这B公司啊 不但不用赔这30万 他卖水泥有可能还有啥 还有利润吧 是吧 他可期待的还能够产生一些利益吧 假设哎 这利润部分毛利部分比如说是20万 哎 那好了 总结下来 这B公司如果不是因为A公司的 这个行为 他不但不用赔这30万 还有可能赚到20万 所以加起来50万叫做咱们的可期待利益损失 哎 就这个意思 哎 大体上有一个了解就可以啊 考试当中肯定不涉及 大家得这个给人界定一个赔偿的金额范围 那这个确实难为大家了 大概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好了 那咱们看一下2018年的这道单选题 那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当中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是 A选项 秉为按时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 那前台词有约了吗 已经有约了吧 对吧 有租赁合同制约了 A肯定是错误的 B选项 定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规则撞伤行人 这个属于什么侵权责任啊 这肯定也不是一个缔约过失责任 C选项 假借定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这是一个典型的情形 那D选项 D辞职后违反敬业禁止的约定 从事同业竞争 好了 那这也告诉你了 他都有约定了 对吧 你不管是什么约 他不是买卖合同这种简单的约定 他叫做什么 敬业禁止的约定 敬业禁止的合同 那也是违约呀 对吧 同样也是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 所以这是咱们的这条题 18年的这条题 应当选择的是C选项 那 好 然后咱们翻到第114页 咱们说了合同法讲总则 讲的是什么呢 合同的生存亡病 那生主要讲的是合同的定例 定例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要约呀 承诺呀 还有合同当中一些特殊的条款 免责条款 等等这些 那还有缔约过失责任 定例过程中的问题给大家讲完了 然后咱们进入存这部分 那存这部分包括合同的旅行 合同的担保等等 那看看合同如何来进行旅行 那如何担保合同的旅行 那来第一个 合同旅行规则 合同旅行规则 这里我们讲三块的问题 第一块叫做约定不明实的旅行规则 咱们再讲合同啊 最开始就说了 来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 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需要两个人意思表示一致 双方定例协商一致 定例合同 所以啊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原则上应当按照你们的约定 来进行旅行 是吧 应当按照约定来进行旅行 但是我们法律当中 也得查漏不缺 最后有个兜底 如果该约定的东西 你们都没约定 怎么办 来这里有规则 那合同生效后 当事人就以下事项 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的 可以协议补充 如果协议补充都不行的 按照合同相关条款 或交易习惯来进行确定 几个方面 那第一个方面 质量要求 首先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旅行 没有强制性规径的 按照推荐的国家标准 没有推荐的 按照行业标准 第四个比较重要 如果没有这些标准的 按照通常的标准 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 特定标准旅行 这里啊 这么多年考过一次 2017年 当时是怎么考的呢 那双方 这个买卖合同双方 关于自行车的买卖合同当中 没有就自行车的质量问题 做出约定 但是卖方交付的自行车 人题目里告诉你的原文 告诉你的存在严重的质量瑕疵 非经维修 无法符合指令 无法符合使用的要求 好了 那买售人要求大家承担责任吧 对吧 然后出卖人说了 我不承担 咱们双方没有在合同当中 就质量要求进行约定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如何来进行判断呢 如何来进行判断 那是买方承担责任 还是卖方承担责任 按照咱们朴素的法学观 大家也能判断出来呀 我买这个东西 合同的目的是啥呢 我买自行车 我合同的目的肯定是正常使用 对吧 你给我交付过来一大堆破铜烂铁 那我当然得要求你承担责任了 对吧 肯定得要求卖方承担责任嘛 那原理就是啊 这个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通常按照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旅行 那你交付给我一大堆破的自行车 坏的自行车 不能实现我的合同目的 这是第一个质量要求 第二个价款报酬 那这个说说白了哈 如果没约定价款报酬的 这双方这心也挺大的 但是法律也做了兜底 如果连价款和报酬都没有约定的话 按照定例合同时 旅行地的市场价格旅行 嗯 定例这三重含义哈 首先是定例合同时啊 另外是旅行地的市场价格旅行来 咱们来看一道题 甲乙两公司的住所地分别位于北京和海口 甲乙购买一批海南产的香蕉 三个月之后交货 但合同对于旅行地点和价款 均没有明确约定 双方也未能就有关内容达成补充学议 依照合同其他条款及交易习惯 也无法确定 你看这非常严谨了 是吧 前提条件非常充分 只能根据法律的规定来进行推定了 根据合同法律制度规定 下列关于合同旅行价格的表述当中正确的是 刚才表述的是什么 如果没有约定价款报酬的 按照合同定例时 旅行地的市场价格 是吧 所以C和D先排除了 合同定例时 那这里边是一个买卖合同 我们一会儿讲买卖合同 旅行地 我们通常认为是卖方所在地 卖方的所在地 所以旅行地 咱们卖方在哪啊 在海口 是吧 合同定例时海口的市场价格进行旅行 应当选择是A选项 那刚才咱们讲的是香蕉 如果这个香蕉是按市价 那如果是煤水电器 这些有政府指导价的 按照规定旅行就可以了 那这是价款报酬 第三个旅行地 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 通常是卖方所在地旅行 刚才那个北京和海口 我们之所以认为是海口的市价 就是因为买卖合同上 卖方所在地 我们认为是旅行地点 那如果是交付不动产的 在不动产的所在地旅行 其他标的在旅行义务一方所在地旅行 那后面旅行期限 债务人可以随时旅行 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请求旅行 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那这个让对方准备充分嘛 如果没有约定 比如什么时候付钱 什么时候交货 那可以随时旅行 可以随时请求旅行 但是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就可以 那旅行方式有利于合同目的的方式旅行 然后旅行的费用 由旅行义务一方负担 来 通常情况下 你跟你的供应商定立了一个买卖合同 你认为在没有约定运输费用承担的情况下 对 送达收获指定地点的运费 应当有谁来承担 买方承担还是卖方承担 普速的法学官也应当认为应当是卖方承担运费 是吧 所以旅行义务的一方来负担运费 那好 如果特殊情况 我们合同签订的 你给我送货到A市 结果呢 你这车卖方的车开出来了 我作为买方给卖方打电话 说大哥 不好意思 这A市仓库因为疫情给封了 你给我送到B市 这种情况下 因为债权人的原因增加的旅行费用 那谁来负担 有债权人 我来负担 由我来负担 所以这个由A市转运到B市 这部分额外的运费 应当由我来承担 不应当由人卖方来承担 好 那合同旅行规则 就给大家 约定不明实际旅行规则 就给大家介绍一致 介绍到这 后面挺有意思的一个指示点 电子合同及其旅行 电子合同最典型的 什么呢 网购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电子合同吧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网购的合同 什么时候成立 当事人一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 网络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 符合要约条件的 对方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 并提交订单成功时合同成立 当然当事人另有约定出外 来 咱们回顾一下 你在淘宝上买东西 首先你看到这是一个页面 这上面叫什么呢 主图 底下有两按钮 一个是加入购物车 一个是立即购买 是吧 然后你点了这个立即购买的按钮 又进入了一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上 上面是留了你的收获地址 商品名细 然后什么淘金币多少钱 这个多少钱 那个优惠券多少钱 最终有一个实付的金额 是吧 然后这一个按钮 叫提交订单 好 我问你 你到这个页面 合同成立了吗 合同成立了吗 没有成立 是吧 因为人原文的规定 提交订单成功时合同成立 好 然后我点了提交订单 这个时候通常情况下 他会弹出来这个支付 让我付款 是吧 这里边呢 我可以选择负 也可以选择取消付款 我问你 如果我点了取消付款 那我这个合同是成立了 还是没成立 大家有整理了 是吧 应当是怎么样 你们可以试一试 你点了取消付款 你看看那个订单的状态 是啥呀 订单已经成立 但是你还没有付款 所以哪怕我取消了付款 我这个订单还是成立的 我怎么样 我可以再从那个订单点进去 再去付 对吧 代付款 所以啊 只要我这个按钮点完了 这个信息传上去了 上传到人服务器当中 我只要点完了这个按钮 提交订单成功了 好 我这个合同就已经订立了 跟我是不是付款没有关系 咱们实践当中也是这样的 我哪怕我点了这个 我在付款这个页面 我不付 退出去了 我点了X 上面有个X 我给退出去了 我再点到那个订单上 那上面写的代付款 我还是从 可以从那个订单当中 提交付款 是这个意思吧 这个意思吧 所以我们说点这个按钮 点击提交订单按钮 那提交订单成功时 合同成立 那当然当时人有约定出版 这是电子合同的成立 嗯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那后面我们来看一下 电子合同的旅行 那这里边比较重要的是 这个实物的部分 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 订立的电子合同 标的为交付商品 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 交付的 收获人的签收时间 为交付时间 咱们为什么在这 确定一个交付时间呢 我们说交付是买卖合同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试点 什么实点呢 风险报酬转移实点 或者说标的物 毁损灭失 风险转移的实点 什么叫毁损灭失 风险的转移 咱们先用通常的情况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送煤 双方约定 你给我送买方 说你给我送到哪哪个仓库 视为交付 好了 那如果说 在送到这个仓库的运输过程当中 突发泥石流 给这一车没 挥损灭失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说 这是在交付之前 还是交付之后 在交付之前 那交付之前 我们认定标的物 毁损灭失的风险 归属于谁呀 出卖人 也就是卖方 什么叫做毁损灭失的风险 归属于出卖人呢 也就是说 这些损失 他来单 他来单的意思 也就是 他还得再准备一车 没 给人家买售人送过去 是这意思吧 所以交付前是出卖人 那如果交付之后 我送到指令的仓库了 结果突发泥石流 给这个仓库里的煤 哗 冲煤了 那就是在交付后 毁损灭失的风险 那归属于买售人 也就是买方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东西被泥石流冲煤了 那情况下 买售人还可以再要求出卖人 再交付一批吗 不能了 卖售人没有这个权益了 这个损失只能 卖售人你自己来承担 那 明白了吧 这个叫做买卖合同当中 毁损灭失的风险 在交付这个时间点转移 那好了 那网购的过程当中 什么时候算交付呢 告诉你了 签收十点 是交付十点 好了 那我再问你 这个快递运输的过程当中 如果这快递 毁损灭失了 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卖家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你看在运输过程当中 如果出现了问题 你是不是得让卖家给你补发呀 对吧 或者给你稍微退点钱 是这样吧 卖方承担责任 那如果签收之后 出现了问题 那买售人自己来承担这个法律责任 那我同学说了 你这卖方也亏呀 是吧 你这卖方这个快递过程 又不是卖方能控制的 但是我们说你根据合同的相对性 那买卖双方 买方要求卖方承担责任 卖方承担完责任之后 他可以再找这个承运人 也就是这个物流公司 再去承担对应的责任 卖方再去找快递 好这是实务 那服务和软件简单了解就可以 如果电子合同的标的是服务的 电子合同标的 生成的电子凭证 或者实务凭证中在明的时间 为提供服务时间 那如果电子凭证在明的时间 与实际提供服务时间不一致的 以实际提供服务时间为准 那当然要相信实际的时间 那如果是软件的 电子合同标的物 为采用在线传输方式交付的 合同标的物 进入对方当事人指令的特定系统 且能够检索识别的时间 为交付时间 后两个简单了解就可以 那电子合同的旅行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那来再往下 终止旅行 提前旅行与部分旅行 来好好看一看 挺有意思的 终止旅行 简单了解就可以 如果债权人分立合并 或者变更住所 没有通知债务人 致使旅行债务发生困难的 债务人可以终止旅行 或者将标的物提存 这个咱们后面 在合同的终止当中 会好好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提存 提存是客观题 特别爱考的一个考点 好提前旅行 我问你 这个你觉得 我们通常的合同 可以提前旅行吗 大家凭借朴素的法学观 或者说 债权人可以拒绝 债务人提前旅行吗 我再重复一遍 债权人可以拒绝 债务人提前旅行吗 我们说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很多同学 直观上总觉得 提前旅行 那你站在债权人角度 这不是个好事吗 但是我跟你说 这可不一定 咱们来看一看 法律的规定 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 提前旅行债务 但是提前旅行 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你比如说 我跟你定立一个买卖合同 你给我送一批原材料 你给我供货 好 我们双方本来约定的 6月1号交货 转手 我为了保障 这个货有地存储 我跟一个仓库 签订了一个租赁合同 这个租赁合同 也是6月1号起租 你看站在我买方的角度 是不是这样最划算呀 我不多付一天的租金 是吧 这两个完美的衔接 然后你跟我说了 6月1号有点晚 我这5月20号 我这东西就做出来 能不能5月20号就交货 这个叫做什么 提前旅行了 所以你看提前旅行 非常有可能 给债权人增加费用 在这里边就是增加租金 对吧 所以如果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 可以提前旅行 如果损害债权人利益的 那债权人可以拒绝提前旅行 那如果双方协商好了 债务人提前旅行债务 给债权人增加费用的 那由债务人负担也可以 多这5天 这是5天吗 5 6天的这个仓库的租金 你来给我付 这也可以 这是通常的规定 来 第二个 这挺有意思 提前旅行是借款人的一项权利 因此属于提前旅行规则的例外 借款人的一项权利 来 你告诉我 你办的那个信用卡 能不能提前还 然后你办的这个住房按揭贷款 能不能够提前还 可以吧 房贷可以 是吧 你这个蚂蚁花呗 京东白条 能不能提前还 都可以 是吧 所以呢 我们借款行当中 有这么一个规定 对提前旅行 是借款人的一项权利 因此属于提前旅行规则的例外 对方不得拒绝 对方不得拒绝 那 好 这是提前旅行权 那借款人的提前旅行权 这是借款人一项额外的权利 那属于一个提前旅行规则的例外 那 第三个 部分旅行 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部分旅行债务 但部分旅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那同样一样 我这送货 你先给我送20吨 又给我送80吨 那我还是得给那20吨找一个 这个仓储的地方 我还是有可能会承担一部分费用 那债务人部分旅行 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 由债务人负担 这是部分旅行的规则 就了解到这 好 后面这节课的最后 给大家介绍一下 双务合同旅行当中的抗辩权 这个名字看着特别长 特别不好理解 但其实呢 这个知识点不难 那我们一看你就明白了 双务合同旅行当中的抗辩权 一共分三类 一类叫同时旅行抗辩权 一类叫做先旅行抗辩权 一类叫做不安抗辩权 首先啊 我们说一下抗辩权 它的含义 抗辩权它的含义 这个说文解字叫做什么呢 就是抗击辩解的权利 具体怎么回事 咱们先来看第一个 双务合同当时人应当同时履行义务的 一方在对方未履行义务前 有权拒绝对方请求自己履行合同的 权利 来看一个例子 假设 假 像以买设备 没约定先交钱还是先交货 双方没说清楚 到底是谁先交钱 谁先交货 没说清楚 那怎么办呢 当事人互付债务 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 应当同时履行 你没说先交钱还是先交货 那咱们就推定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双方应当同时履行 是吧 好 这个时候 买卖合同定立之后 以先向假要钱了 那假说凭什么呀 你的东西都没给我呢 好 那我们看法律已经推定了 应当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但是以这个时候 先要向假要求假付钱 那怎么办 假得掰着掰着吧 假得抗击辩解一下吧 所以假说的这句话 其实就是在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 同时履行抗辩权 翻译成大白话 就是我们应当同时履行的 那你不给我交货 我就不给你钱 这个就是在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 本例当中双方未约定履行先后 假拒绝履行付款义务 属于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行为 那好 这是同时履行抗辩权 来咱们看看先履行抗辩权 那双务合同当中 应当先履行一方的当事人未履行时 对方当事人有权拒绝对方请求履行的权利 好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就看这个概念 告诉我 先履行抗辩权是先一方可以主张的权利 还是后履行一方可以主张的权利 这两个哪一个 这个是后一方可以主张的一个权利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你先交钱 我再发货 那你没给我交钱 我凭啥给你发货 这个就叫做先履行抗辩权 它是后履行一方 主张先履行一方应当先行履行的这么一个权利 那咱们还是看一道题 那甲与双方签订买卖合同 约定甲支付货款一周后已交付货物 来你就看到这儿 你就应该排除一个选项 你告诉我应该把哪个排除了 应当把c排除了吧 对吧 没有约定履行顺序 或者约定同时履行的 才有可能是用同时履行抗辩权 那好 再往下看 甲未在约定日期付款 却请求已交货 我们说应当是甲先付款 以后交货 对吧 现在甲失约了 没有付款 现在又来要求已来交货 那以作为后旅行的一方 可以主张的权利 叫做什么呢 先旅行抗辩权 应当是第一选项 第一选项 这个就是我们的先旅行抗辩权 那先速抗辩权 咱们目前还没有设计 咱们会在保证的时候 给大家进行介绍 好 这个叫做先旅行抗辩权 第三个 不安抗辩权 不安抗辩权呢 是咱们考试上中 相对重要一点的内容 不安抗辩权 咱们来看这个定义 这个定义呢 就值得说一说 双物合同当中 应先旅行义务 义方的当事人 来 第一重含义 这是不是跟先旅行抗辩权 就不一样了 先旅行抗辩权 是后义方 可以主张的一个权利 对吧 那不安抗辩权 是先旅行义方 应当主张的权利 这怎么理解呢 我觉得啊 这个咱们约定了 先后旅行顺序 那比如说我先付钱 然后这个 钟哥给我发货 小金老师给我发货 发这个高敲 那我从他买了高敲 小金老师上课 其实都踩着那个 挺不稳当的 也不容易 那 我也想试一试 那这种情况下 小金老师 跟我说 崔玉你先给我钱 我再给你发货呗 但是哈 我一看这个 小金老师好像最近这个 经济状况不太好 我有确切证据证明 他根本手里没有高桥 他也没有地去买高桥 我哪怕付了钱 我心里很不踏实 我很不安 很有可能 我人才 人才两空 钱货两空 钱给他了 货我拿不着 这种情况下 我很不安呀 我作为双务合同当中 应当先履行义务的一方 当事人我可以行使的权利 叫做不安抗辩权 心里不安 好 这是第一重含义 谁主张的 先搞明白 先一方主张的 第二个 有确切证据 证明相对人财产明显减少 或者欠缺信用 不能保证对待给付 我得有确切证据能证明 我不能瞎主张 我就不给钱 我就觉得你不行 那不行 那你成了 那你有可能要承担违约责任了 对吧 让你到付钱的时候 你不付钱 瞎主张 那不行 必须有确切的证据 能够证明才可以 第三点 我们说 有暂时终止履行合同的权利 啥意思 也就是说 并不能直接解除合同 我们刚才 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讲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一停 二看 这个一停 停指的就是终止 不是说直接把这个合同解除了 你要先停下来 先终止 然后看后续的情况来进行判断 如果对方有诚意 那咱们可以继续旅行 如果对方没诚意 我们认定了没有旅行能力 那么可以再去接触合同 那 好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不安抗辩权 那先旅行方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室友 那应当先旅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 比如说有法院的判决 那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终止旅行 比如说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转移财产 抽逃资金 逃避债务 丧失商业信誉 以及其他 那这是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室友 那我刚才说了 如果你主张了不安抗辩权 但是没有缺切证据 那怎么办 那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了 对吧 到点让你付钱了 你应该先付钱的 但是你不付 那你不是承担违约责任吗 如果你有证据的话 那可以避免你承担违约责任 好 这是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室友 第二个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方式 就是刚才讲的 一停 二看 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 终止旅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 先终止 然后通知对方 停在这了 然后你就在这路口 看 左顾右盼 终止旅行之后 先左顾 如果对方提供适当的担保 先旅行方应当恢复旅行 如果他提供适当的担保 比如说提供保证 或者提供抵押 质押等等那些 担保这个债务的旅行 那怎么办 咱们可以恢复旅行 如果对方在合理期限内 未恢复旅行能力 并且未提供适当的担保 那怎么办 市委以自己的行为 表明不旅行主要债务 终止旅行的一方 可以解除合同 并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所以很形象 咱们说一停 二看 先停下来 先中止 然后左顾 右盼 左边看 如果说他能提供适当的担保 那恢复旅行 往右边看 如果说他不能恢复旅行 不能提供对应的担保 那我们办 那我们怎么办 可以解除合同 要解除合同 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好 咱们来看一个2017年的案例分析题 咱们真实考试当中 考这个双五合同旅行当中的 抗面权 基本上都是这个形式 了解一下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自行车买卖合同 约定假公司于1月1日 2月1日各付款50万元 同时约定乙公司于1月10日 2月10日各交付500辆自行车 所以你看是不是约定了先后旅行顺序 先付50万 然后给500辆自行车 我再付50万再交付500辆自行车 是吧 都是先付款后交货 好 那第一个50万和500辆自行车履行了吗 履行了 那1月1日假公司一约付款 1月10日乙公司一约交付自行车 前半部分履行了 后半部分呢 到了1月31日 也就是在2月1日第二个付款期限到来的前一天 假公司了解到 那乙公司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可能没有能力继续履行合同 那他也不是瞎了解的 他还取得了相关证据 所以告知了乙公司 暂不履行合同 好 到这你告诉我 假公司的做法合不合规 合规呀 对吧 首先人家有事实有证据 然后终止了履行 他暂不履行合同 终止了 通知了吗 也通知了 是吧 好 这个时候他一停停下来了 然后二看 看他能不能够在15天内提供具有足够履约能力的保证 好 已提供了吗 没提供 没搭理这茬 好 15天后 假通知乙公司解除尚未交付的500辆自行车的买卖合同 那 在本例当中 假公司已经取得证据证明 乙公司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 来终止履行合同 那假公司终止履行合同的情况 不是为违约 那比如说再有疑问 问你假公司 这个 解除合同 15天后 解除合同的行为是否符合 相关法律制度规定呢 也符合 那因为他已经先终止了 合理期限内 以公司没有提 恢复 旅行能力 没有提供担保 所以假公司可以解除合同 那单方面解除合同 好 这个就是双务合同 旅行当中的抗辩权 在这里呢 我在最后帮大家总结 做介绍这个解题 考试之前啊 想跟大家嘱咐一句 双务合同 旅行当中的抗辩权 这个知识点呢 不难 主观题又比较爱考 但是很多同学拿不着分 原因是啥呢 想不起来 你别这个 这个充满自信 你说这知识点这么简单 我能想不起来吗 你在一个很复杂的案例当中 你看 比如这个案例 这有的同学啊 可能看到后面就觉得 我凭借朴素的法学恩恩 是觉得不应该给他钱 但是为啥呢 想不起来 所以碰到这种情况下 大家要多想一想 看到一方不给钱了 一方不发货了 这个时候啊 你要能够及时的想起来 是不是涉及到 同时旅行抗辩权了 先旅行抗辩权了 不安抗辩权了 是不是基于这个法律规定 来行使的抗辩 来不给钱 来不发货 这是要提醒大家一点 法条不会说 那其实就是关于咱们几个 抗辩权的概念 能够写出这几个抗辩权的名词 这就是咱们的采分点 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 这个双五合同履行当中的抗辩权 所谓抗辩权 感性的认知就是挡一挡 我承认 你有权利找我要钱 或者要东西 但是因为存在法定的理由 我挡一挡 暂时不把钱给你 或者东西给你 这就是在行使抗辩权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以下一个表格 首先同时旅行抗辩权 适用于两个情形 第一个没约定顺序 第二个约定了同时旅行 那谁能主张呢 双方都可以主张 因为两人同时旅行 这个地位是一样的 第一步行使抗辩权方 暂不旅行 第二步对方旅行使 行使抗辩权方同时旅行 这个叫做同时旅行抗辩权 那第二个先旅行抗辩权 先旅行抗辩权 我们说了是谁可以主张的呀 谁抗辩呀 应当是后旅行方来抗辩 对吧 在约定旅行的先后顺序的情况下 后旅行的一方可以主张的 是先旅行抗辩权 也是先暂不旅行 等先旅行方旅行之后 后旅行的一方来恢复旅行 那好 不安抗辩权 同样适应于约定了先后顺序的 那先旅行的一方 可以主张 那他来挡后旅行的一方 那以法定事有为前提 就刚才讲的经营状况 严重恶化 转移财产 抽套资金 逃避债务等等这些 那后旅行方 首先应当先主张终止旅行 先旅行方首先应当终止旅行 然后如果后旅行方 恢复了旅行能力 或者提供担保 那怎么办 恢复旅行 如果不提供 担保 没有恢复旅行能力 怎么办呢 先旅行方可解除合同 并主张违约责任 那这个就是咱们双物合同 当中的抗辩权 那好了 那这节课的内容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好了 那今天的课程呢 咱们也就给大家介绍到这了 那小丝瓜呢 可以先帮忙把这个课程评价弹出来 然后大家动动手 给我的课程 做出大家的一个评价 感谢大家今天下午的时间 大家也辛苦了 有很多同学 其实从早上就开始听 昨天就开始听 最后呢 咱们今天讲的是合同法的内容 合同法的内容 想跟大家说四个字 合同法背后 其实代表着咱们民事领域 大家需要尊重一种精神 叫做契约精神 这契约精神 是咱们社会良好运转 这个社会高效运转 大家之间彼此保持一个明确的界限 友好的相处 一个背后的一个因素 契约精神 当然契约精神 你不一定要遵循这个合约来 那你违约的时候 适当的提供补偿 适当的提供赔偿 这也是对契约精神的一个尊重 好吧 行 那今天的课程呢 就跟大家上到这 我们下次课程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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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